大家晚上好,我是艾姨,今天教你们如何进Maintain Opening Barrens 里面的Trip Capter,就是在Carent Asset那边 Trip Capter,也就是我们Trip Recover,这边里面的顾客是哪里来的呢?就是我们的Customer Maintenance 这一个我已经上一次的那一个video已经讲过,教你们如何把你们Maintainment Customer 也就是你们所有的顾客资料一定要进入这边,因为你进入这边,在Maintainment Opening那边才会有这些资料 所以如果你顾客有10个20个到100个,那么在这一边也就会有10个20个100个 OK,打个比方,这个HTC是你的Tapters,当你一Edit的时候,它会出现这个Notice 这个Notice就是我们要进入的,所以你yes的时候,你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它是Customer Invoice? OK,Customer Invoice,而不是Sales Invoice OK,它的分别是,当你进入Sales Invoice,是在今年的发生的,它的Double Entry 是Daddy Gector,所以不是Sales 但是这个是上一年的Opening带下来的,所以你的Sales不可以再进,如果你再进,你的Sales 所以你一定要在Customer Invoice里面进,所以你按一个New,然后把你这个Sales 拿出来,所以在这个Key Opener的时候有三个方式,你们自己可以选择你们要哪一个方式来Key In 所以最简单力多的就是,比如HTC,它欠你三个月,也就是10月,11月,12月 但是你一次过境完的话,你可以把它HTC-2014年 那么这一个月份你就会,31号,12月,2014,所以当你打的时候,Enter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Pass Invoice,如果你看到没有Pass Invoice 这一个,那个表示你的Truth,Option,General,Region 里面的Setting有问题,也就是这样你的Financial Start 做错了,你如果不清楚的话,看你我上一次有漏了一个如何去Setting你的Financial Year End 那边你就会明白了,OK,讲回来 比如,这个是一年你进的,这个它欠你20千,那么你就打20千 后面的Testinal Point是两个罢了的,所以这个四个你不要管它,没Setting的问题 OK,你一Set的时候,我们看回去我们的Openings HTC-C,你有看,我可以Press它一下 去回Client Assets,Daptals这边,它就会有一个20千看到 这个是其中之一做法,第二个方式 你讲,我要分三个月,反正我都知道它11,12,那么你可以这样做的 我Edit它,因为我不要打那么多 这边把它放进去,14年,那么你这边就是31,10,20,14 OK,它欠你多少,这一个可能是时间 OK,Set好 11页,在 人时,三千,Set 不如你被拒絕了 让你展现了 开开开,开开,开开 你选择一下 先充满 OK 这边是15钱 当他这个是上一年的sales 他欠你的 那么他在2015年还钱的时候 以及customer payment这边 把他new 欠你的部分拿出来 这边你可以发 可能他是在1月的时候15号 1月的时候 他还你的 然后一样 他写着你的银行 你的银行是一个其中一个bank OK 钱他可能是你月份深月他还钱块 你enter一下 支票 可能是Bobbybank OK 这一点你可以直接写 fcc oct 就是execry在这边 那么你click一click他 他就settle他还欠你5千块 以及re推啊 OK 同样的 如果你们要更清楚的这个是第3式方式 如果能要更清楚的 你们就是在 sack 页的时候每一张enorm 可以把进去 但是 depends 你们 你们要每一张 也是可以那个工作 我觉得 最好的方式是每个月 就可以 OK 好 我就到这边 谢谢 你 你看 你是 哪个月 你 我 你 我